花盆土壤花都准备好了 今天呢要呆种一颗花 这颗花呢是小齐花128买到的 这颗呢跟我们吃到的茄子开花花形相似 它呢也是属于茄棵的叫做兰花茄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年四季能够花开不断 花量非常的大 而且呢它的主干是木质化的 养护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看一下它的根已经彻底的把盆土长满了 买到的时候呢土壤有点干 所以说赶紧去给它换一下盆 换盆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首先要在底部加一层土壤 然后呢再去给它加上一层羊粪 羊粪是为了后期补充养粪的 再去把羊粪盖子直接把它放到里边去 把土壤压实直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它是一种洗光的植物 我们在家中养的话一定要记住 放到太阳光底下去 这样才能够保证它长势好花开得多 如果放到阴阳的地方去枝条土壤开花 开不起来甚至会出现落花的情况 所以要保证充足的光照 其次呢就是要保证合理的浇水 它呢根系非常的发达 蓄水量非常的大 短时间的干旱会导致叶片出现打孽的情况 但是浇上水能够恢复过来 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 等它盆土干到一半左右的时候 直接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肥料的话 由于它一直在开花 建议大家用花刀刀二号定期一个月两到三次 盆土的表面可以适当的发点多元素的缓式肥料 这样的养分充足 它就能够快速的生长 到时候一直处于开花不停的状态 它是一个棒棒糖形状的 这样在家中栽培的话 不断的开花开成一个大花球也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说您喜欢养开花植物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品种 在网上呢 你也找不到它的养活方法 今天小七教给您了 如果喜欢想看后期的视频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 后期的视频才能够推给您